这些农业越来越走向自动化 机械化还有智慧化 那撒飞机是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 取代30人的工作量 这样新形态的蓄设空间变大了 而且排空封设备也是特别的新颖 另外他们的地点都是重新改良 居住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现在来到是台湾唯一的国产奶油厂 而这里面的鲜奶油已经经过低温发酵 这样进行油水分离变成奶油 翻转概念新思维 世界翻转中 但你认识新世界 未经许可,不得翻转中